1935年生,吉林长春人曾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四人帮成员之一。 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积极参与并推动了许多激进政策的实施,给中国社会和经济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和混乱。 1976年10月1日,王洪文被中央带走审查。 1981年1月25日,王洪文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将请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92年8月3日,王洪文因肝病在北京病亡。 王亚平1967年出生在北京,是家中厂女,他的母亲叫崔根蒂,曾是一名纺制厂女工。 他的父亲是王洪文,曾是一名干部。 在母亲崔根蒂的教导下,王亚平从小就拥有很正的三观。 王亚平是王洪文的女儿,曾靠卖白酒成为亿万富豪,面对美国以绿卡等诱人条件抛出的诱惑。 他表示自己是一名中国人,虽然不能选择出身,但绝不会出卖祖国。 国籍和身份认同是个人价值观和归属感的重要体现。 王亚平表达了对中国的归属感和对自己中国人身份的自豪, 这显示了他对祖国的热爱和对自己文化根源的认同。 每个人对于国籍和身份的看法可能会有所不同, 但重要的是能够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和原则在全球化的时代保持对自己国家和文化的认同。 并为自己的国家做出积极贡献,是值得尊重和鼓励的。 洛杉矶美狗整理出品,你的支持是我们做出更好作品的动力。